在一齐丰田的产品里有这样的一款SDV 大众对它的印象呢 就是它的外观设计很激进 动力强劲 起步有力 很受年轻人的喜欢 是哪一款呢 没错 就是今天到店给大家拍到的一则 那么2021款的一则呢 款式还是比较多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有三款双型版本和四款燃油版本 售价呢 是从14.58万到25.38万不等 那么2021款的燃油版呢 我今天到店谈的优惠幅度呢 是在1.2万左右 那么双型版本也差不多是在这个价格 大家可以根据需求去进行选择 我觉得一则呢 之所以会说 这个时候年轻人是喜欢的 跟它的外观是离不开的 它的设计呢 会比较的激进 很个性 那么其实燃油版和这个双型版的 整个的外观区别不大 可能是双型版会有一些新能源的加入表 说这种带有蓝色这样的一个logo 那么这款车呢 是在去年的6月份才完成了一个中期改款 所以理论上这款车还是一个新车 变化呢 也就是它的一个前包围 格杉面积加大 灯组呢 也是非常的犀利的 底部呢 还有这个银色的这个前唇 所以它整个呢 是比较的饱满 很有运动感 那它整个侧面的腰线呢 是非常有筋肉感的 很紧实 很有力 搭配尾部的这样的一个扰流板啊 还有这个鲨鱼旗等 这些元素 会展现出它整个车很动感的一些元素 那么车内的这个设计呢 它的这个中控台呢 是一个非对称的一个设计 那它稍微偏向了驾驶位的这一侧呢 这个呢 也是彰显它个性化的一面 升级了中控屏幕的这样的一个尺寸 样式的造型呢 也是比较了年轻化 还有就是它的一些传统的按键 比方说像是空调这种控制啊 还是属于这种按键形式的 这样的话 只是会更加的明确 然后座椅呢 是这种整个织布的这种材质的座椅 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种材质 就是坐上去呢 会给到你很实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包括它旁边的这种包裹性 也会让你更加的强 就是你开上去驾驶感会很好 在动力方面呢 它是有油车 也有双勤版本 但是它搭载的呢 都是2.0升的这个发动机 那么燃油版的最大功率是171马力 匹配的是时速的CVT的一个变速箱 那么双勤版的就是它混合动力的 综合的这个功率呢 最高是183马力 匹配的是ECVT的一个变速箱 那么从数学上来看呢 这个混动车型的动力呢 会更强 但并没有和燃油车拉开太大的一个距离啊 如果说呢 你对于这个性能要求不高 预算也不是很多的话呢 我觉得燃油版的这个车呢 会更加的划算一些 总的来说呢 那作为一款小型的SUV 它整个的外观的设计呢 还是很时尚潮流的 符合了年轻人对一定个性的需求 那么内饰配置呢 也是尚可 主要的面对的就是追求精致灵活出行方式的年轻人的市场 特别是这个混动车型的这个加入 也是丰富了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再加上最近这样的一个优惠幅度 大家可以多关注关注 那么感谢这一次上海清北丰田 对这一次拍摄车型的支持